那好,我们接着讲我们的Anti-VP 那之前我们讲 CE都要用EIJP,用OSPS,对吧 当然了,刚刚之前我们讲的RIP和静态 没关系,我们来讲 BGP BGP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CE和 看这个图就好了 在我们的 CE,R7,R8 和我们的PE,R4,R5 之间呢,是一个 EBEP的连接关系 想一想,是EBEP的连接关系啊 你要注意,现在说它是CE端 也就是说在你的客户端呢,用的是BGP这种协议 当然 现在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AS 对不对,不是AS了 这个区域呢,用的是OSPF 或者是BGP,我们两种都演示 当然 我们主要演示BGP 这个OSPF呢 是你们在排出的时候用到的,就是说 左边的是一个OSPF的 区域 等我们大家做R,肯定会有一个排错了 好,今天呢,其实还有个R3呢 R3呢,是一个VPN的R 注意,它是一个VPN的R VPN,V4,R 为什么它要做R呢? 那你可以想 如果不是做VPN的R的话 我们键全户,我们要全户联 对不对? 在PE之间,那 1和2件和4件和5件 太多了 我们的 BGP的赛事呢,特别多 对吧,那现在呢 1,2,4,5 只需要和R3建立我们的VPN的R就OK了 建立VPN,V4的连接关系就好了 对吧 能理解吗? 之前我们也讲过VPN的R 也做过一个实验 不过这个呢,我们还要再讲一点 因为这个确实 基本上现往就是这样来做的 当然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应该有多个R的 正常情况下会有多个R 而不应该有一个R 一个R的话没有那么稳定 对不对? 因为你R一旦 一旦荡掉所有的VPNV4的路由 是没有办法再传递了 那好,我们再讲的 EBGP 那EBGP呢 其实就是一种 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了 为什么说它简单呢? 是因为 可以想象一下 在之前 不管是我们客户端用 OSPF还是用Rip 或者用我们的EIGP 那就拿OSPF再举例子 我们要把客户来的VIF路由呢 放进MPVGP 对吧 是不是? 重温部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 到了另外的PE呢 我们还要把MPVGP呢 重温部回我们的OSPF 那当然也就是意味着两端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双向重温部 对不对? 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BGP呢 如果是我们的CE端 如果是CE端用了我们的EBGP呢 它天然的就能够和我们的BGP 形成一个联系关系 也就是说 假设啊 这端 CE端是BGP 这端是我们的PE 也是BGP 你想象一下 在这个设备上 PE设备上 是不是我们仅仅能够起一个BGP的进程 或者AS 对吧 你错吧 只能是Router BGP 假设是1或者100 你还能起另外一个BGP进程吗 是不能起了吧 那不能起说明什么 那不能起说明 我们要想一种办法 要把我们的C端和我们的PE端 直接能够建议起来 关于客户的路由 路由的交互 对不对 那其实说完了 就是VF的进程 所以这种呢 应该是最简单的 我们不用双方程度 那好了 配置其实也很简单 在哪呢 你觉得 你觉得会非常非常简单 只需要 注意 注意看一下啊 是在哪个进程里边呢 只需要在我们IPv4 VF这个地理组下面 和我们的CE端 注意 这个10.10.2.1 是我们的 CE的直连 对 建一个EBGP的进程序就OK了 指定邻居 指定邻居 然后activate就OK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一下 这是一个直连的 用Z来建 EBGP邻居 对不对 用直连来建 而不是用 环维口来建 不是用环维口来建 那用环维口来建呢 可能会相对来说 会稳定一点 对吗 但是也不一定就好 你用环维口来建 你是不是要 有EBGP做票 对吧 一定要注意 EBGP做票 但是如果EBGP做票 你要想一想 C一端 C一端 它要能够去往我们PE的 环维口 对吧 那去往环维口 你可以写一条 净材过去 而你的PE端呢 还要写一条净材回来 而且是关于VRF的 对不对 那这条路 这条境态呢 就应该写IPROOT 对 是VRF 然后新的目标地址 给Nation 然后再写出 出接口或者下一条 对吧 所以这样呢 可能会麻烦一点 我们 我们这样 而且写完这个呢 你还要做EBGP的桌票 所以相当于说 这个是麻烦的 而且也不现实 正常情况下 都会用直连来建 我们的EBGP的邻居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这种情况 看看我们这个错误 我们那个错误图呢 左边呢 你不用管他 左边 左边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BGP两把 中间呢 是BGP一把 所以 既然是同一个客户 那ASNumber 通常会一致的 对不对 没错吧 同一个客户 也就是说 718在一个点点中 R6在一个点点之中 那现在R6R7R8 它们的ASNumber应该是一致的 现在都是200 对吧 我是BugP设备的 我对没有配置 希望的没有 太好了 没有配置 空配 空配的话呢 我们就要花点时间 来配一个直连 这两个就配完了 那么接着讲我们的 蓝牌追星 那么说过蓝牌追星 还是有 层次化的 对吧 有层次化 我们还按照我们现在的步骤 我们先来配点 SP内部的网络 给你一个错误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忘记 该做什么 今天是什么样子 给他一个错误 他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要 你要配 你要配置 对吧 但我要明确一下 我们就先来配SP网络 对吧 那现在我们的1245 都是我们的PE设备了 都是我们的PE 我们不管其他 我们的SP内部的网络 肯定要先完成 完成呢 我们就能R1来举例子 那肯定 E1-0 这个接口 是我们SP内部的 那我们要运行 一个IGP协议 我们要把还原口 也放进IGP里面 让我们的还原口 都相互可达 对吧 那我们就用EIGP吧 好吧 我希望用EIGP 90 我们来配置 就是13.1 宣告 然后再宣告 11.1.1 0.0.0.0 然后R2上 EIGP90 我们再来宣告 22.1.1 0.0.0.0 然后宣告 23.2.0.0.0 R3是R3无所谓了 R3是一个 纯粹的PE设备 而且是一个RR 对吧 那我们就把 所有的接口 都放进 EIGP的进程里面去 R4这个 宣告我们的 34.1.1.3 这点4 0.0.0.0 然后再宣告 44.1 0.0.0.0 R5上 55.1.1 0.0.0.0 然后呢 宣告 35.0.5 0.0.0.0 好 R3上 看路就OK了 看邻居 四个邻居 说IPIJP 都OK 然后去 R2上 去看一下路由 是吧 Fegit 也有点 看一下R2的 黄油口 33的黄油口 44的黄油口 55的黄油口 同时呢 还应该有 35网站 35网站和34网站 对吧 和23网站 23网站 23 34 35网站 OK了 我们路由应该是没问题的 第二步做什么呢 第二步三是做我们的 RBP 对吧 RBP协议 那做RBP协议之前呢 写下来 不认意的 那第二步呢 我们拿上RBP 做RBP之前呢 那我们先来设定一个范围 Level的认质 Level的范围 还是很有必要的 Level的范围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牌子的时候 非常重要 对吧 然后再来设 RTD 那RTD呢 可有可无 默认会选我们的黄油口 对吧 当然 我们还要起我们的RBP协议 三点 其实最重要点 我们没有说IPCEF 默认识开启的 是不是 现在不要忘记IPCEF MPS RBP Level认质 100到199之间 然后MPS Level认质 200到299 然后23 Level认质是300到399之间 R4 Level认质 然后这是400到499 R5 500 599 好了 R5DP Neighbor RTID我们就不指定了 我们自己去选吧 然后 我们去10-0这个接口 然后去R2 10-1 再强调一下 我见同学 之前下同学已经犯过这个错误了 我们其实要在我们的ISP内部 现在 在我们运类的安排水平 运类的安排水平 我们仅仅需要在 ISP内部的这些接口上来运行 R5DP 对不对 你不需要在你的VRF接口 不需要连接C的接口 这些接口是不需要运行 运行R5DP的 千万不要错 记住了 10-1 MPS IP R3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10-0 到10-3 都要运行R2DP的 对吧 然后R4的端 interface 10-3 R2DP 然后还有 是10-3吗 不是 10-2 10-2 R2DP 然后R5 然后R5 10-3 MPS IP 我们看R3上 R3应该有 R3应该有三 有四个运行才对对吧 可以看一下四个运行都OK了 你可以说MPS interface来查看 四个接口对吧 说MPS neighbor来看 说MPS MPS IODC neighbor R2 R1 R4 以及R5 那么说 如果你检查MPS R5DP 你应该说MPS IODC 像这样来看 对不对 你错吧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标签的情况 说MPS Forwarding 去往直连 哪个直连呢 R3的这几个直连 3435 33 以及23 都是一个POP的标签 然后去往 R2呢 复约标签是301 对吧 然后去往44呢 302 去往55是303 那么其实这下是55.1 我们应该能看到两个标签 一个301 看到一个标签 对不起啊 一个301 然后它没了 对吧 就到了 然后再到我们的44 一样的302 然后到R呢 应该是301 这个检测步骤是 这不是R1啊 对不起 这个检测步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的外层标签 对不对 要保留你的外层标签是完好的 一层标签呢 但是我们还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MDBGP 好了 我们来做VR VR呢 好了 现在R3其实没有VR 对不对 R3是一个VPN的RR 它不需要VR 而VR在哪配呢 我们要在1235上来配置 对吧 对不起 12451245 在我们的PE上来配置 那R3VR 我们写个名 SLab 太多了 我们就叫A吧 写一个 然后呢 R地址 R地址呢 我们 建议配偿一致 那么就1比1 这个Target 那我们也配1比1 所有都是1比1 都能都能相互接受 相互发送 对吧 然后我就粘贴下来了 VR 在这几个P上 粘贴一下 124 还有5 当然我们还要把接口放进VR 对不对 哪个接口呢 看一下 连接C的接口 在R1上呢 是E0 10-1这个接口 NPRS Forwarding 什么NPRS呢 IPVRF Forwarding 我们叫AE 对吧 那我们说还有另外一种 配置方式 VR Forwarding 后面也可以接的 不过这个呢 IPV4 IP6的 多个第六组的 才可以在这配上 我们先不讲 能了解一下就OK了 R1上 那AE0 我们还没有配地址啊 把地址 把地址配下 这是16.1.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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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R2上 Innerface10 这是S3-0 开启 然后呢 IPVFwarding 也是A 地址配一下 这是26.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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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们有先费地址 连接C的这个接口上 如果先费呢 要把我们 它要去掉了 对不对 R4这段 啊 1.0-0 MPR 这个MPR4 IPVFw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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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7.1.4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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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R5啊 10-0 MPR4 IPVFwarding IPVFwarding 好吧 58.1.5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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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VF我们就配完了 RD RT 以及关键接口 我们都找完了 那怎么来检查呢 SORIT VF 这样子 这样子 你来看呢 你能够看到RD值 以及接口 对吧 那你可以说RT VF DT 然后呢 可以接个名字 如果有多个VR的情况下 你可以接名字的 很多时候 会有多个VR VF A 你可以看到 接口 RD值 然后RT值 Import和Export 对吧 后面呢 还有两个重要参数 注意看一下 叫 Import Map和Export Map 后面我们会来讲 这是两个什么东西 这是对我们的路由控制 以及RT控制的一个非常 两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Import Map和Export Map 那好 第四步 我们来配置我们的NPBGP 第四步了 NPBGP 那 还用口已经相互可达了 那现在 如果我们来配置NPBGP呢 就一点讲究了 我们不需要在P这间做全户连 F 写下来 RD RT和 接口 是用连接CE的 对吧 好 第四步 我们来配NPBGP 那现在我们有 VTN的R了 VTN V4的R 所以现在呢 我们完全不需要一个全户连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和我们R3 来建一个VTN V4的关系 当然你先要 先要配了 那Naver33.1 Remote 100 对吧 更新员我不在这配了 我有点懒 你不在这配了 好 我再三米 VTN V4 Neighbor 3333.1 Activate 就配完了 VTN 100 先指灵机 这是33.1 Remote 100 我再三米 VPN V4 对 是VPN V4 Neighbor 33.1 23.1 23.1 100 配的基本都是一样的 其实你可以粘下来的 对吧 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是完全一样的 我就把这也都粘下来 我配了4512 就直接粘了 R2 也是 那好了 我们接着配R3 R3 是RR R3的配置呢 可能就要烦一点 好 指定 11.1.1 Remote 为100 Remote F100 那做公信员 因为我刚才 在1245上 没有做公信员 对吧 都没有做 那都没有做 肯定有一个做 那我要给R3 来做 因为R3是RR嘛 上面配置呢 可能会简单一点 接着粘啊 充分利用写字版 必须要利用 不利用不行的 因为配置比较多 也都去掉 没有用 这改成 22 22 然后呢 这改成44 4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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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能看懂吗 应该能看懂吧 你看 和R1的领域已经降起来了 对吧 不过呢 我们这还要做一个 微信 V4 微信 V4 Nable 11点点1 激活邻居 激活邻居 还不够 我们还要做RR root reflect 然后呢 激活RR的 V4 我这样写吧 这是44 55 然后呢 激活和R1的 VPV4的 R的 客户端 然后指定R2为VPV4的 客户端 然后指定R4 44 对吧 然后再指定 55 为客户端 这才做完 现在我们的配置有哪些呢 想一想啊 我们可以先不看这些配置 我们的配置呢 应该有 全集 如果这是BGP的话 我们有全集的这些配置 然后呢 后面会多出一个 VPV4的 地址族 里面呢 有activate 还有什么呢 还有 Root reflect 对吧 R 看一眼配置 现在配置就挺多了 其实配置挺多的 没有关系 都是重复的 看一下啊 全局你肯定要指定的 先要指定邻居 然后呢 在我们的VPV4的组里面来激活邻居 最条命令呢 是自动打上去的 是RT值扩展的属性 对不对 然后客户端 你看 1和2的是一样的 和4的是一样的 和R5的也是一样的 我把这些摘下来 R的情况 当然我们要检查一下了 怎么检查呢 收IP DGP VP RT BGP VPV4 OK 看看Summary 三本是一个邻居关系 对吧 VPV4的邻居关系 可以看到和1245 都是有VPV4的邻居关系 当然没有说到任何的前队 因为我们还没有 没有VPV4路由进来 是不是 好了 那剩下最后一步了 我们要来运行 我们要来做我们和C的一个路由的交互 6 C8 都是运行DGP 而且呢都是DGP200 DGP200 C呢就正常来起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 我这可能没有K地址的吧 SaysLuback 0 I feel drive 66.1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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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 10-1 10-1 10-1 16.1.6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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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 S3-0 26.1.6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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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了 接着来看我们的DGP BGP200 我们用主编来建 Nebar16.1.1 RemoteAS为200 再主编我们的26.2 Remote为 100 我们这边呢 我们现在配阿姨啊 阿姨我们还没有做呢 阿姨在哪个地底 住里边呢 建呢 其实你可以想到 现在我们要和 FE来交互路由 对不对 而哪个能代表我们的FE呢 客户呢 当然是VR 好 我叫Family ITV4 VRF 加上你相应的VRF的名字 我们是A 对吧 Nebar16.1.1.6 RemoteAS 你不要忘记指AS 你不能只激活吧 对吧 你只激活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提拼邻居 你先要指定邻居才能激活嘛 对不对 呃 点6 然后RemoteAS为200 好 再来激活 马上就见钱了 而且注意看一下呢 那是一个VPNVRFA的邻居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R WebFamily 哪个地址族 我再想一想 是ITV4VRF的地址族A Nebar26.6.6 Remote 200 激活邻居关系 千万不要忘记 激活邻居关系 那好 我们在R4上来做一下 看一下 如果我们不激活邻居关系 有什么的效果 或者Family IPV4 IPV4 AFA 许定Nibro 许定Nibro 我们是47.1.1.7 RemoteAS为200 好 我们不激活邻居关系 我们去期望做 地址还没配 10-0 PureDrive是47.1.7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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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一个Facebook 然后一个Facebookback 可以 77.1.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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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总DGP200 Nibro47.1.4RemoteAS为100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吧 收RGBV7 这是一个App的状态 对吧 R4呢 其实也是一个App的状态 收RGBV7 我出去吧 收RGBV7 All 咱们看一下 和我们的47.1.1.1 我这好像指错了 我是在VPNV49族里面做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做错了 这不应该在VPNV49族里面 VPNV49族呢 VPNV49族呢 VPNV49族通常停下 不会来指定我们的色役 对不对 对吧 VPNV49有六倍长的嘛 我们现在呢 要传递我们的IPV4的路由 对吧 就是一个纯粹的IPV4的路由 所以呢 我们刚刚是做错了 DGP100 然后这3每个VPNV4 我看都不用看了 肯定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去掉 还是要看一眼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DG族里面 是这样子的 47.1 1.7 刚才我激活了吗 我记得我没有激活吧 对不对 好奇怪啊 我刚才这没有做激活 对不对 没有做activator 这个LOS呢 自动的给我做了个activator 自动做activator呢 当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根本 看DGP邻居关系 不给我放在了VCNV4D的路里面 而且那是一个S状态 我拼一下之链啊 拼VRF A 然后是47.1.7 我没有划分 我没有把10-0 划进VRF吗 这没有地址 看性有权是47.1 4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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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现在应该不是IZ状态了 再来看一下 好 明记就起来了 对吧 开地址族 正在那里面激活的呢 在IPV4VRF这里面来激活的 是吧 当然现在如果你在前面加个no no呢 正常情况下 IOS里面呢 会显示出来 这个no的命令 如果其他的 其他的命令呢 no and low就没有了 对不对 他呢会 应该会显示 好 no 47.1.7 Activate 意味着呢 我没有 Activate4的VRF的路里面 关系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奇怪 不奇怪 这个IOS 这有些IOS还会显示 这叫no的命令 直接告诉你没有邻居 我还要起来吧 这段 我先看一下我的VRF接口 我是不是做对了 还已经告诉你 OK的 Authent family IPS4VRF A Nable58.1.0.8 Remote NAS为 展版 Activate 起火 然后 R7这端 我们来做 这已经起来了 然后R8 RTBGP 200 Nable 58.1.0.5 Remote AS为 100 我们这好像没有 没有间地址 88.1.1 255.255.255.0 10-0这个接口 IPS4VRF58.1.8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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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了 其实做到这儿呢 做到这儿 我们就做完了 当然我们还没有路由产生 对吧 做了这么多 我们哪个最关键呢 其实 仅仅是在我们的T1上 机核和我们C1的 IPS4VRF的关系 这下面的最关键 刚才我们分析了 为什么我们不用 缓尾口来接 对吧 说我们要写很多条 VRF的路由 经常路由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说IP VGP VPNV4 现在应该是没有路由 果然是零条 因为我们还没有通告 没有要费一段通告 对吧 说VGP 全部 这个有意思 它在这里面显示 VPNV4 在VPNV4里面显示 这其实也是正常的 它为什么这里面显示 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天生的就能够把 VRF的路由 引入到我们的 VPNV4里面来 形成久于未尝的 VPNV4的地址 对吧 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只要激活了和邻居的 CE的邻居关系 到天然的就把 格道的路由 放进了我们的VPNV4路由 去批量中心 去批量中心 更一个学生 更一个我们的RR3 好了 我们去采用路由 这条屏幕到现在位置 是最重要的一点了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仅仅需要 在这个里面来 激活 就OK了 我们完全不需要 双腰重温部 对不对 完全不需要 双腰重温部 记住 它天生的 因为都是BGP 对不对 不需要像OSTF一样 做双腰重温部 要把我们VR路由 引入 VPNV4 这个地址组里边来 那现在呢 它已经有邻居了 就自然而然的 把它引入了 VPNV4 这个地址组里边来 没有做双腰重温部 想想一下 这没有做双腰重温部 对不对 那好 我们去R6 通告路由 那你说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没有 BGP 还是很复杂的 看一下我的房间 会是多少位的 不要通告错 WF0 RSV Network 是66.1.1.0 MASK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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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RT 通告77.1.1.0 MASK255.255.255.0 还有R8 我们路由产生完毕了 路由产生完毕呢 我们要去 我们的R5上一个P上看一眼 说RT VGP 当然 你可以收IP ROOT VF A 这种来看 对吧 你发现呢 全部都是B的路由 66.7.7.8.8 是吧 好了 收IP VGP VC VC 现在呢 我们看 66.7.7.8.8 都有了 对吧 66.7.8.8.8都有了 但是这个路由从哪更新过来的呢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 收IP VGP VC 加一条 比如说66.1.1.1.0啊 对不起 因为看到呢 下一条呢 其实是R3更新过来的 是吧 R3更新过来的 为什么R3更新过来的呢 为什么不是R1或者R1更新过来的呢 是因为R3是一个RR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眼 7.7 一样的 R3更新过来的 同时呢 会有一个classID 对吧 有一个originatorID 是多少呢 是44.1.1 其实就是它的PE的黄语口 造成ID 前面那个呢 也是有的 originatorID 在这 11.1.1.1 是 这个PE的 造成ID 对吧 看上去都很好吧 是不是 看上去非常完美 那我们去看一下R7的情况 注意啊 我们在PE上应该都能够看到了 R5能看到 路由 我们去R1看一下路由 说IPVTP VPNV4 哦 没问题 说IPROOT VRF VRF 也是有路由的 667788 对不对 现在哪有了呢 1 2 2 45 所有PE都有了 对吧 那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看一眼 收入IPROOT 我们直接看路由 没有 没有任何 其他C的路由 对吧 收入IPVTP 那我们看下的数据库有没有 也是没有 只有本身产生的一套 那有768 R有自己产生的 那7和8呢 想象一下 其实是一样的 说IPVTP 不是啊 说IPVTP 没有 8 其实也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这个路由呢 我们可以来画一个图 解释一下 这有一个图了 那我们就拿这个图来解释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场点B 场点D 我们就要这两种场点来看 两个场点 自然要传递路由 对吧 那同一个VPN 同一个VPN 通常情况下 AS号是不是要一致的 6500和6500 对吧 非常非常正常嘛 同一个AS 那好了 当C1端 C1把路由供应序的时候 会写在一个ASPath 多少呢 6500 对吧 肯定要写在上 是ASPath 到了PE1 要会有 会有一个 会附加一个 当然是传输器的时候 会附加一个ASNumber 对吧 那源自6500 那当从PE3传输器的时候 那我们ASNumber是多少呢 是 6500 这是起源自 起源自6500 然后呢 会附加上本AS的一个ASNumber 也就是E的 E6500 对吧 好 这是一条BGP的路由 而且呢 ASE和AS6500 之间是一个EBGP领域关系 那EBG领域关系呢 是有一个 它自己的自身的防环机制的 那想想我们的防环机制是什么呢 当你从这条路由里面 发现了里面的ASNumber和本身的ASNumber 一样的时候会拒绝这条路由 对不对 想象一下 这里边的已经是E6500 而CE3也是6500 那么自然它会拒绝这条路由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错误图里边 R6这边是BGP200 R728BGP200 把路由更新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P项都有 对不对 想想P1 为什么P1有 因为R6更新过来路由 ASNumber是6500 不对 是200 到了我们这 我本身的AS是100 那我自然可以更新 我也能接收 对不对 没问题 所以所有P都有 都能够正常接收 但是问题在于 当R4把这条路由更新给R7的时候 我们的ASNumber 从左到右 依次是100 200 写一下 66.1.1.0 这条路由 R4更新给R7的时候 它的ASNumber 应该为100 200 起源自200 附加自身的ASNumber 100 对不对 那么当R7收掉路由的时候 发现了里面的ASNumber 包含自身的ASNumber 那么根据EBGP的防缓机制 将拒绝这条路由 我们可以来debug看一下 R7 还是没有 对吧 debug FBGP upd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 clear FBGP soft 好了 我们发现 其实 并不是R4 没有把路由更新过来 R4把路由更新过去了 更新过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 我们看一下 47.1.4 这个地址 从这个地址 收到了路由更新 关于谁呢 关于6688 但是呢 denine 为什么呢 是因为 里面的ASPath 这个属性呢 包含了我们自身的ASNumber contain 包含我们自身的ASNumber 所以才拒绝接收 对不对 我这样说能明白吗 听看里面吧 那好了 正硬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才有相应的解决机制 有很多种解决办法 好 我们回顾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PE的配置啊 我们说天然的就具有和我们BGP VPNV4交互的一种一种机制 我们仅仅需要激活和C的路由就OK了 那自然而然的会把这些路由呢 引入我们的VPNV4里面来 传递给其他的PE PE量更新给其他PE 当然现在我们是更新给R3 对吧 R3是LitinusR 但是这时候呢 当传过去之后呢 另外呢 AS 也就是我们C的AS呢 不接收 是因为包含了 自身的ASNumber 那现在我们来看解决机制 那你说我们来 修改AS不就得了吗 对吧 那好了 没错 现在呢 应该是有两种机制的 有两种机制 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机制 我们来修改ASNumber ASNumber了 那第二种机制呢 你不是要检测 我们的ASNumber吗 那我可以不检测 不就得了吗 对吧 不检测ASNumber 两种方案 我们都有两种方案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叫做ASOverride ASOverride 这是哪种呢 我刚才写的一和二 对吧 是我们第一种 修改ASNumber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段 我现在做命令 R1它呢 好了 我们去R4看吧 还是去R4看 我们把R的路由更新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有什么情况 BGP100 I7V4 VRF A 不记得住 对吧 针对我们的邻居 哪个邻居呢 47.1.1.7 ASOverride ASOverride 那其实很好理解的 AS 它就是AS Override 覆盖 覆盖不是修改吗 对吧 好了 不认识它来修改 ASNumber 我们再来做一下 Buzz IPBGP 看一下 IPV4 Unicast Update 后面还可以干吗 可以跟一个ACL 对吧 我就不跟ACL了 Clear IPBGP Zwop 没有看到 让我们去R7上看 R7上看到了 R7呢 R7的Debug 我们一直在开 是吧 前面是拒绝的 为什么拒绝呢 是因为包含自身的ASNumber 那么就 接着来看 这里边呢 收到了路由 我们来看一下 ASNumber 现在是多少呢 它说叫 Mordered Path 是什么呢 是100 100 ASPath 是100 100 那之前是多少呢 之前是 我们刚才写过了 是100 200 对吗 现在为什么变成了100 100呢 问题在于 ASOrly 这种机制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P13把路由更新去的时候 本来的ASNumber ASPath 应该是165000 对吧 相当于我们这里边的 100 200 那 现在呢 ASOrly 它将用 自身的ASNumber 自身的ASNumber 是多少呢 100吗 放前面去 正常放 正常放 对吧 而把原来的200呢 变成自身的ASNumber 变成100 所以现在是 100 100 ASOrly 覆盖着你原来的 CE的ASNumber 这就叫ASOrly 所以现在呢 RT 应该是能够 正常的来接受路由 我们来看一眼 手ITBGT 对吧 而且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AS Path是多少 是100 100 正常形象 应该为100 200 对吧 现在建设了100 100 后面这个100呢 是被修改过的 所以现在收到路由了 收IProot 有6688876 对吧 那再来看一下R6的情况 R6肯定是没有的 收IPBGT 啊 清一下 Debug IPBGT update 清一下 我们还是拒绝的 对吧 因为已经包含了 真的ASNumber 那好了 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种 解决方案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 不是在这种场景下用的 听我说 这个解决方案呢 不是在这个场景下用的 不过它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针对某个邻居 Neighbor 16.1.1 有点想不起来了 Allow吧 对 Allow AS 允许 Allow AS 和自身的ASNumber 一样的 路由呢 也就是说 允许 这条路由里面 包含自身的AS 两版嘛 对吧 R7 R8 常管路由 携带了两版 那么现在R6呢 可以不检测 ASNumber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 两种方案嘛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修改 AS Override 那第二个呢 是 不检测 ASNumber 就 AS Allow in 对不对 允许进入 后面呢 然后要接一个数字的 允许你的ASNumber 出现多少次 那我们现在出现一次 对吧 来写个1就OK了 好 你们发现 马上就有路进来了 再看一眼 说RTBGT 看一眼 见了 对吧 而且看一下AS 看一下AS Pass 是多少 200 100 200 不一样 不一样 和 至少和阿相看的路由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RTBGT 阿相看的是100 100 是吧 100 起源字 本来应该是200 改成100了 而R6 我们看的是多少呢 起源字200 现在还是起源字200 没有覆盖掉路由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你看下一条是谁呢 注意看一下R6上 我们本来下一条 其实只应该 应该有两个的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只有一个 只有谁呢 只有从R1更新过来 看下一条是R1 而没有从R2更新过来 对吧 因为我仅仅针对 R1做了ASLowIn 那我们再来看一眼路由 说IPRTBGT 77和88都有了 当然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没有做完的 那你怎么才有两个 吓一跳呢 我可以针对R2 是ASLowIn 对吧 那当然 我觉得 不许听我说 这种方案 不是现在用的 不是这种场景下用的 为什么不是这种场景用的呢 因为你不能够 让你的 尊敬的客户 去做这个行为 他们会认为 你给我增加一成定 你会不会让我的路律 有很大的负担呢 会不会有风险呢 对吧 所以我说不是在这个场景下用的 我已经是为了掩饰 一种方案 当然你可以说服你的客户 你的客户 那我们应该在R2上去做 对不对 P上去做 因为P P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吧 我这是翻译IPV4 VRF Nable 26.1.1.6 AS 那好了 也就是说现在R2呢 将修改来自这边的路由 对吧 修改是多少呢 100 100 我们去看一下R6的情况 说IPVGP 还没来 Clear IT Stop 看一下 我们看到 已经不一样了 对吧 而且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呢 我们看77的 一个下一校是R2这边 一个是R1的这边 而且R1和R2来的AS number不一致 看一下 肯定都经过100了 对不对 最近的一个S 最近的经过的AS是200 好了 那起源的呢 一个是100 为什么R2会前自AS100呢 因为一个是覆盖 一个是修改 对吧 R2呢 我们说慢一点 R2呢 正在R6做了修改 所以把原来的 这应该是个200的 修改成100 而R1呢 没有做修改 而是允许进入 是R6正对R1 允许进入 对吧 有相似的AS 我也允许你 也允许进入这条路由 所以呢 是200 100 挺有意思 是吧 那再来看 当然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身呢 会来U选 U选谁呢 U选的R6 对吧 对不起 U选的R1 为什么U选R1呢 这个我们就要想一想了 为的值一样 都不是本地起源 然后呢 AS part 没到那儿呢 没到那条小路原则呢 我看一眼 77.1.1.0 其实也不用想了 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我们的 我想啊 应该是 比较靠后的小路原则了 哪个小路原则呢 应该是 绕台率比较小的 对吧 或者建立地址 比较小的 非常非常靠后了 我们就不管它了 所以说我们小路原则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嗯 我们再来看一眼路由 那是我IP root 现在去网 R7 R8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 R8还有问题 对吧 R8还没有收到路由 没有收到路由 那我们在R5上 针对 我们在R5上呢 针对R8做一个 ASORR的修改 IP4VF Nable是58.0.8 ASORR的 OK了 清下路由啊 就来了 是吧 我们再来看 收R8的BGP 就比较正常 那我们再来看一眼 我们的标签的情况 好 现在R8把路由 更一个R5 对吧 R8把路由更一个R5 R5会为它 翻新下一个标签 收IPBGP VPNV4 我们加88.1.1.0 我们可以看到 507 是一个 是我们的内存标签 对吧 那你可以说MQS Forwarding 再看一眼 507 这边的标签 是VPN的标签 那 如果 R1或者R2 要到达我们的 我们看R1吧 因为下车是R1 R1如果到达我们的R5 是外层标签 对不对 怎么来到的R5呢 我们 我们可以来 在这段来看 因为是我们R5 提供的 对吧 说MQS RDP MPRESIP 我们可以来看 55.1.1.1 255.255.255.255 这是初次的章节是303 对啊 R3 R3为55.1.1 其实是R5提供一个标签 POP的标签 提供给R3 对吧 然后R3呢 再为我们的R5呢 提供一个303的标签 给R1 对吧 R1呢 会压入这个标签 R1 所以刚才我们刚开始TRACE TRACE去到555的话 是555.1.1 我们会看到一个标签是30303 对吧 然后就能够到我们的555.1.1 不过我们这是外层标签 而内层标签呢 内层标签在哪呢 说R7CEF VRF 我们叫A 然后Detail 我们就回车看了 不是在 我们那个就能看了 我们在R5这段啊 说R7CEF VRF 我们叫A 去看一眼我们的88.1.1 对吧 我们我们看到标签 内层标签是507 观点的接口呢 是58.1.8 我们会把这个 带这个标签的 带这个 带这个前队的标签呢 直接扔给10-0 这个出接口 对吧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标签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猜测的啊 我们看的 我们预期的 应该是两层标签 其中呢 是多少啊 一个是507 这是我们内层标签 外层标签的是303 到达我们BGP下有R5的标签 对吧 我们在R6上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标签 TRACE88.1.1.1 424路 back 303 507 是对的 对吧 说明我们的猜测 是正确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BGP的 一个情况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看 那我们继续啊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路由呢 这个路由 你要注意看一下 你要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我们的路由啊 现在我们的路由这里面 其实是没有直电路由的 对不对 没有什么呢 没有对端C1的47.1.1的路由 没有对端C1的58.1.1的路由 所以你如果直接TRACE是没有办法去充的 直接TRACE是没有办法去充的 对吧 肯定不充的 你看只能到R1 是吧 所以现在呢 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来充呢 很多种办法了 你可以充高 也可以充分母织联 对吧 比方说我们在R1上去充分母织联 去看一下啊 而且这个充分母织联呢 你要确保的是 是在你的VIF里面来充分母织联的 我这在FMFV4VIF 充分母织联 他会把他先的VIF接口 哪个接口呢 E0-E这个接口充分不进来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 就有16.1.0的这个路由了 那充分不connect 就好了 那我们去 那会 我们先看有没有产生路由 对吧 说R2BGPVPV4V 你会发现 多数了16.1.0 0的路由 是不是 那R7这段应该能够收到 说R2BGP 16.1.0 那好了 那你直接在R4R5上充分母织联就好了 当然我们可以在R上的充分母织联 有一个冗余对吧 R3BGPV4VRFA充分母织联 然后注意啊 地址足不要写错 写错的话 你就把 就充分部你的IPV4 单播一组了 对吧 我这3BGPV4VRFA充分母织联 R上我们也做 BGP100 我这3BGPV4VRFA充分母织联 让我们再看见路由的情况 说IProotBGP 你就可以发现了 它不是R1这个铁 是R6 说IProotBGP 这时候我就是来47.1.1.0的路由 58.1.1的路由 对吧 那数据库里面呢 会有一些更详细的内容 如果R1荡掉了 那么我还可以从R2出去 是吧 追随一下 我们这次不带圆 我们追随谁呢 追随77.1.1 OK的 是吧 看到了吧 我这个LOS呢 我显示出另外一个 比较好的东西 会显示出 经过了AS100 你们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显示 可能不会显示 这是LOS的问题啊 不从版本的LOS的问题 你不用去在意的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我们的书 那这个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刚才那个图里面 它会把 这个1呢 会把6500替换成 1 对吧 这是我们的AS ORS的情况 这里面其实 这是第一种 那还有第二种 允许ASD 就 allow ASD 不呀 这两个特性呢 是在我们 只有在 只有在我们的 N2SDP里面才有 如果仅仅是 IPV4单目BGP呢 你是没有这样的命令的 不可能打破你的防防机制 而我们 AS ORS呢 我们说过了 AS ORS 是来改写 ASPath 而 allow ASD 呢 是 关掉 应该说 忽略了我们的 ASPath的防防机制 它由于什么样的 场景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PPT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PPT啊 呃 现在 场景是这样子的 CEA 然后呢 CEAB CEB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AS 这边有另外一个AS 这边有另外一个AS 然后呢 呃 我们就这样写吧 100 那 这样进来 也这样进来 它有办法收吗 或者说有办法传递吗 呃 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AS1 AS1 那如果AS 这有个PE啊 这有个PE 这边它呢 做AS 对吧 那是100 嗯 我想想这个是多少呢 那变成1 和1 对吧 它就看一下 它就看一下 这边是AS1 这边是AS1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SP网络 对吧 100 全自100 然后 到达 进入AS1 然后应该变成是1 和100 这样一个AS 好 当PE 把路由更新给 CEAB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AS All right ASAll right 那改成什么呢 改成1和1了 对吧 进入 注意啊 这个1和1 是进入这个 AB了 但是 现在 它有办法 CEAB 有办法 把路由更新给 AS1里面的PE呢 没有办法更新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1 1 而这个是AS 还是1 包含了自己的AS Number 包含了ASNumber 是不是 包含了1的ASNumber 那会拒绝这条路由 能看懂吗 是这样一个图符 我看一下 刚才这里边呢 它没有画 应该在这儿的 所以呢 他现在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你看 65115 65115 那 CEAB呢 双向的连接到PE 也就是说这边连到个PE 当然这个PE呢 是65115的 同时还连了另外一个PE 也是65115的 两条链路 分别连向的两个PE 都是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 在哪做呢 做 Live in了 我们看一下啊 65115 65115 那 PE 携带ASNumber65115 通告给CEAB 在这儿呢 然后呢 CEAB呢 加上一个AS65213 也就是说 到达 CEAB的时候 是65213 然后 65115 那你看一下 PE2 现在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拒绝接受该校路由 为什么呢 因为65115 和本身的ASNumber 是一致的 对吧 那都丢弃了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有方案的 什么方案呢 在CEAB上 针对PE2 做一个AS Override 做AS Override 会变成什么呢 假如我们做了AS Override 在我们的CEAB上来做 那么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65213 65213 对吧 会改成自己的AS Number 是不是 而65213 到达PE2 PE2发现呢 里面并没有65115 没有652115 所以就能接受到路由 但是 问题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你不能够在你的客户上 来做一套 做任何的命令 对吧 没错吧 是不是 像刚才我在 R6上 就做了 Alafin吧 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说不适合那种场景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C上 给客户增加负担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我们的PE2上 做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 AS Alafin 对吧 你讲一下啊 本来 是这样子的 65213 对 65215啊 65215在这 65213 是 它附加的 然后到达PE2 PE2发现 65215和ZNAS Number 一样 本来应该 deny 现在呢 如果我们加了AS Lin 我们加个1就OK了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1呢 代表 可以允许该AS Pass 这个例子里面 包含 多少次出现本AS Number 你不要那么出现一次 可以允许 因为就一个AS Number 那如果是2呢 你可以 这里边呢 有两个65215 65215 所以它是这种场景 而不是我们刚才那种场景 本质呢 当然是忽略我们的AS Pass的 绑换机制了 明白了吧 是这样一种场景的 单机这边是有一个问题的 下面一个提示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目前在我们的IOS当中呢 不支持将IBGP 不支持将IBGP呢 作为PE和CE的一个路由协议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PE在这 这边连过来CE 你只能用EBGP 不能用IBGP 这看上去很合理 对吧 看上去很自然 但其实 在某些场景下 如果可能会需要这种特殊场景 不过现在呢 IOS是应该不支持的 也很正常 我觉得 好了 后面呢 他给我们提到了 提到了一个什么呢 提到了一个 HUB45结构 HUB45结构呢 我们之后再来做这个实验 也是一种 是一种BG的应用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HUB45结构呢 HUB45结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由啊 这边是65001 这边呢 是65002 65001 但是他们属于从一个为签 为签客户 那个客户呢 Customer One CustomerOne 这边呢也是CustomerOne 也就是说 CustomerOne 现在其实是有三个场点的 对不对 场点 场点一 场点二 和场点三 在这吗 CE1 CE2和CE3 两个CE3A和CE3B 在这个环境上呢 这一种HUB45结构 也就意味着 65003之间 其实是一个 HUB点 这两个呢 是一个SPOCK点 SPOCK SPOCK之间呢 是没有办法 他们两点之间 是没有办法 直接通信的 而必须要经过 我们的HUB点 实际上有应用场景 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路由的情况 Z1把路由 更新给AS1 PE 那里边会包含AS65 6001 对吧 65001 然后呢 到了这儿 到了T13 T13接收到了 PE3 应该说PE1 就是该路由 然后呢 把路由 P两个人给PE3 对吧 PE3呢 要把路由 更新给 CE3 那这时候 AS1是1 呃 起源自65001 起源自65001 在这儿 起源自65001 然后呢 复加上AS plus1 那现在 这边是65001 这边是65003 它可以接受 对不对 没错吧 PE3A 是能够接受65003的 能够接受65001的 那好了 它把 通过IPGP呢 它说这段 是有BGP邻居的 然后 165001 因为这是IPGP嘛 AS plus 没有复加上去 对吧 CE3能够接收 好吧 当 CE3把路由 更新给 CE3的时候呢 EBGP更新嘛 这里面AS plus 就会 在 一次是65001 这边的 然后 AS1 这个AS的 然后 65003 是这个AS的 更新给PE3 对吧 但是 问题来了 PE3 会检测到 该路由里面 包含 AS1 对不对 所以它就拒绝 给 拒绝就是该路由 你就说 没有办法 把路由更新回 给 更新给 CE2 它都没办法接收 怎么 怎么样把 CE1的路由 更新给CE2呢 是没有办法 给它的 对吧 所以在这呢 看一下 BGP1 在我们IPV4 VR 这个地球组里面 针对 CE3B 针对它 做了一个 我们要允许它路由进来 对不对 什么进来呢 那就是 AS allow in 允许包含 本身的 AS1的路由 进入到 PE3 然后 PE3才能提量 把路由更新给 CE2 是吧 我不知道这 我没有说明吧 我们把这个 都擦掉 重新说一遍啊 主要是 这是NP的内容呢 ASPath的方向机制 你理解不理解 我们刚说这个情况 再看一眼 BGP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要不然BGP怎么能够 BGP说简单也简单 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简单呢 实际上最合逻辑 不简单呢 是因为它的路由 非常多 难以控制 好 我们说了 它适合于 Hub Spook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 ASPath CE1 最终我们的目的呢 是CE1的路由 传递给 CE3这段 不管CE3或CE3B CE3A或CE3B 都要更新给这段 也就是说 这个设备上将获得 CE1的路由 然后呢 更新给它 最终呢 CE2呢 要学到CE1的路由 但是呢 它俩之间 是没有办法直接重新的 是经过这端的 CE3 也就是数据包 一定要通过 CE3 为了安全期间 这时候 更新路由的时候 我们写一下啊 原来的情况 最初的情况 65001 65001 更新过来 对吧 PE1将接收 然后 P量更新给 PE3 是吧 RT值匹配 结束编 结束完之后 PE3 把路由更新给CE3 的时候呢 会在 65001的 左侧 加上自己的AS No.1 对吧 然后到达 CE3A CE3A呢 将把路由更新 给CE3B 那这时候 是IBGP 领域关系 是没有办法 再附加 ASPASS的 所以这时候呢 还是 1和6001 好了 当 CE3B 把路由更新 给 PE3的时候 这时候 要 这是一个 EBGP0关系 对不对 EBG0关系 就要附加 他们的ASPASS 那这时候 会变多少呢 会变成 65001 全的 然后 ASE 是 这个AS 然后呢 会加上 它本身的ASNo.1 是65003 更新 回给 谁呢 PE3 那默认请问一下 PE3是不能接受 该路由的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是因为 PE3的ASNo.1 而你更新过来的 ASNo.1 也包含1 所以就被拒绝了 所以我们要在这做 针对 针对它来做 AS 因为你PE3 如果送到路由 没有办法更新 给这端的 没有办法更新 给这边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 接收到路由才行 还是没有听懂吗 还是没有听懂是吧 没听懂 那我们 下午来做这个实验 下午 我觉得我们应该 这是一种应用场景 还有另外一种应用场景 一种应用场景 可能是 我们 其实比较实用的 叫 VRF LIT VRF LIT 什么呢 就要也是我们上周讲过的 上周我们讲过了 好 VRF这个东西 叫虚拟路由转发 对吧 虚拟路由转发 我们人知道 我们设计者知道 PE 是PE 对吧 我们人知道 你是一个PE设备 但计算机 知道你是PE设备吗 什么意思呢 这是PE 它有VRF 对不对 是吧 为了格林路由用的 那现在假设 如果CE端 PE端 假设PE 有很多个 很多个部门 假设部门一 和部门二 那你当然可以通过VLAN的方式来控制 但是呢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控制 这个场点上 CE2 是不是都会有它的路由啊 也会有它的路由 是不是 会不会有 那如果现在我们做了VRF呢 我们在CE端做了VRF 是不是 它的路由是VRF 一的路由 而我们二是VRF二的路由了 这两种路由 是不是就完全是两个世界 就相当于我们在PE2上 相当于我们在PE2上 我们有多个VRF 能够相互通起来吗 不可能通 是不是 所以这种隔离 是不是最安全的 你看如果划分VLAN的话 假设这是VLAN10 这是VLAN20 那你这个接口上 会有VLAN10的直连吗 所以会有VLAN10的直连吗 肯定会有嘛 对不对 那如果划成VRF会有吗 不会有吧 那如果在CE端 我们运行了VRF 就称之为VRF 所以我们说 VRF这个东西呢 PE呢 是我们人为来设计的 对吧 PE是人为来设计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CE端 也运行了 我们就想起 隔离路由的作用 是不是就相互隔离了 还有很多种进行场景 比如说 我再画一个 在这画 假设现在只有一台路由器 我拿个方框来表示 只有一台路由器 那有 环游口1 环游口2 这边呢 有个交换机switch 这个路由器只有一个接口 这个路由器只有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连过来 好了 相互链可以有很多个接口 对吧 假设有12344个接口 分别连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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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路由器 那可以怎么样呢 假设啊 其中两台设备呢 想得到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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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两台设备呢 想得到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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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呢 画入vf1 把下面呢 画入vf2 是不是就完全隔离了 好了 然后在这儿 画子接口 对吧 两个接口吧 这两个子接口呢 也同时属于 这边属于vf1 这边属于vf2 好 这两个 后面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呢 让它属于vf2 不是属于vf2 画入和这个子接口 同一个vline 那是不是就 它们就是获得地址 获得它的路由 同时这两个呢 前面两个呢 可以获得vf1的路由 我们B价就这样做 就这样用的 能结成设备 一个啊 只有一个结成设备 也就是说 当考试的时候 因为有bd这个设备呢 bagbang这个设备 当用bagbang这个设备呢 要有很多路由放过来 那考试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子的 也是交代机连过去 但是呢 它是连了很多个bagbang 可以连一个bagbang 两个bagbang 假设是1 这是2 那1呢 为机甲1服务 2呢 为机甲2服务 那但是呢 它需要两台设备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仅仅需要一台设备 就够了 我们无非是为了 隔离路由 是吧 就像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可能有点绕 但是是很多的综合 你想一想 对不对 能结成设备 你只要把路由控制好 就没问题了 是非常好的移动解决饭 能节省设备 节省设备就是节省钱 节省成本 那所以呢 下午我们就 讲什么呢 讲我们的 VR fleet 如果VR fleet呢 这里边 上周我们就提到了 如果是OSPF的话 如果运行OSPL的话 会出现问题 是不是 可能大家想不起来了 下午我们会看到 会出现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还会讲什么呢 我们再讲一下import map 和export map 就OK了 当然哈佛是不个结果 我们要做 然后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做trop shooting 都不能跑啊 说好都不能跑 你不能说做trop shooting 你们就跑了 其实我出的 其实就几个错误而已 真的就几个错误而已 我们上午就到这 大家看